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庆祝亚裔传统乐 让您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 6月1号开始缩表 各位欢迎收看今天5月4号的 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4号就在五角大楼会见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双方坚持参化同盟关系 加强一体化威慑 当天五角大楼 也谴责朝鲜发射导弹的举措 呼吁朝方回到谈判桌 国防部4号证实朝鲜 在发射一枚导弹 正与韩国 日本和其他区域内 合作伙伴并且磋商 印太司令部评估 本次发射对美方赞不构成威胁 当局也谴责有关行动 呼吁朝方克制 并表明美国捍卫日韩的决心坚定不移 当天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 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这是岸信夫首次以防长身份进行访问 双方探讨如何深化同盟关系 优化军力部署 加强一体化威慑 另外美国驻菲律宾 韩国和澳洲大使提名人选 在周三获得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 下一步将交由参议院全院确认 凤凰会是陈令南疆域 华盛楼报道 美联储4号宣布加息50个基点 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的大幅度加息 符合市场预期 并预计持续加息是适当的 美联储在两天议息会后 宣布加息50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上调至0.75%至1%之间 另外美联储决定于6月1号开始 以每月475亿美元的步伐缩表 便在三个月内增加到950亿美元 美联储预计持续加息将是适当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 记者会上表示 并未积极考虑在下次会议上 加息75个基点 美联储指出 俄乌战争正在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经济困难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高度不确定的 相关事件正在对通胀造成额外的上行压力 并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 美联储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表示 美联储行动过于迟缓 采取措施遏制通胀之际 可能难以避免经济衰退 鲍威尔本人在3月初国会听证上也曾表示 美联储应更早采取行动 凤凰卫视王悠悠 陈寅秋 华盛顿报道 最高法院即将推翻女性堕胎权的草案 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外界强烈反应 旧金山硅谷地区3号 就会有示威者纷纷走上街头 民主党大本营的旧金山和硅谷 引发了多场示威 参与者们高举标语呼喊口号 有反对者认为如果高院最终推翻堕胎案判例 对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贫穷阶层的人影响最大 还有民众认为 目前国会两党都最心于政治斗争 并不真正关心女性权益是否因为草案通过而大倒退 有人甚至为了表达反对意见 徒手攀爬旧金山市内最高的61层大厦 达到顶楼后被警方逮捕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加拿大安大略省新一届的省议会选举今天正式启动 最新民调就显示执政的进步保守党有望成功连任 而省自由党则会超越省新民主党获得官方反对党的位置 安省省长福特与省都杜德斯维尔会面要求解散省议会 4号开始正式启动省选 目前三大主要政党中已经有两党公布了竞选政纲 由现任省长福特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政府 在4月底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主推基建 未来10年承诺会投入1588亿加元 用于医院高速公路和公交系统的改造 安省新民主党的竞选政纲主打医疗和可负担性 承诺会推出全民药物保健计划 以及未来10年新建10万套可负担房屋 安省自由党则承诺改善长者居家护理服务 取消盈利性长期护理中心 并为女性争取职场平等薪酬 审选投票日定在6月2号 出于防疫考量 提前投票日也从以往的5天增加到10天 并首度推出手机应用程式 方便核实选民登记 候选人资料 投票地点等 安省省选涵盖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联邦大选选区 因此选民的投票意向 等于也是对特务多政府施政的一次提前检验 最新民调显示 由福特领导的进步保守党 有望成功在这次省选中连任 凤凰卫视组合请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接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联储会周三将基准利率上调了0.5个百分点 以对抗当前的高水平通胀 这也是自2000年5月份以来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利率以来最大的一次加息 随着利率的上升 联储会表示将开始减少其9万亿美元 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持有量 根据周三公布的计划 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将分阶段进行 因为联储会将允许到期债券的收益 达到一定的上限 并将剩余收益再投资 从6月1号开始 该计划将削减300亿美元的国债 和175亿美元抵押贷款真实证券 三个月后 国债的限额将增至600亿美元 抵押贷款的限额为350亿美元 联储会在声明中指出 经济活动在第一季度出现小幅度下滑 但是家庭支出和企业固定投资仍然十分强劲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 美方认为全球正进入非常不稳定的时期 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 米利指俄乌战争是数十年来出现的最大的威胁 不仅危机欧洲 更是破坏美国几代人努力捍卫的全球稳定 和平与安全 米利又表示 美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 且历史重要性的地缘战略拐点 美军必须做好应对未来的准备 维持现代化 他表示 美国需要同时对抗两个大国 俄罗斯和中国 又指中俄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 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随着高传染性的Omicron亚变种迅速的蔓延 纽约州新冠住院人数 自2月底以来首次超过2000人 在一个月内增加了接近三倍 纽约州长霍楚报告表示 纽约州过去一日共有2050人因为新冠住院 自4月1号以来激增了145% 新冠住院率则较4月以来增加了至少一倍 从每10万人的4.54升至9.58 州内人口最多的纽约市新冠住院率 也是自3月初以来最高的 一周平均值为每10万人中有5.7人住院 疾控中心于周二报告表示 在纽约和新泽西 Omicron的新亚型BA.2.1.2.1 已经成为主要变种 目前已经占新增病例的62% 虽然迄今为止没有科学证明 表示这一变种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 或者降低疫苗的效力 但是卫生专家仍然在密切的监测 尽管纽约市已经调整了疫情警戒级别 但是目前不会重新实施任何新的防疫措施 世卫组织于3号发布报告指出 肥胖是多种癌症的诱因 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130万人 因为超重和肥胖而去世 而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 报告指出肥胖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疾病 可能是13种不同类型癌症的诱因 包括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 乳腺癌 前列腺癌 肝癌 胆囊癌 肾癌 和结肠癌等等 另外肥胖导致的慢性病则包括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等 初步数据表明 新冠疫情期间 久坐不动 不健康食品的消费增加都导致肥胖风险的增加 世卫组织呼吁政府限制向儿童销售不健康食品 对含糖饮料 征税和改善卫生系统对肥胖管理的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北京市政府宣布 五一假期之后将暂时延续社会面有关防控措施 全市继续暂停堂食 北京4号起对全市十余条地铁线路的60多座地铁站 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停止进站 但可以站内换乘 朝阳区朝阳路以南的158条公交线 采取甩站绕行停运等措施 朝阳区内单位实行居家办公 北京从3号开始一连三天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 市卫建委方面披露 第一轮的十人混检中共筛出三管阳性 北京市方面表示 五一期间已经进行了多轮区域核酸筛查 基本摸清社会隐匿传播底数 台湾疫情持续扩大 单日本土确诊数逼近3万人 连日来也都出现死亡个案 国民党4号批评指挥中心不仅缺乏应变能力 也不去参考国际的经验轨迹 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让人民倍感焦虑活在恐惧中 疫情升温 快筛世纪需求量大增 但是民众跑多间药局 仍是一技难求 国民党不满 财政府没有作为 指挥官陈时中沦为报数员 相当失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本周三美联储投票官员一致通过 将联邦基金利率标准区间提高50个基本点 至0.75%到1% 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大加息幅度 但是美股却放量大涨 这是因为靴子落地 联储的加息基本上符合市场的预期 而华尔街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是安抚市场称 接下来的几个月估计都是50个基本点的加息幅度 他认为这足以压平通胀曲线的攀升 而他还指出说联储没有再积极考虑一次性加息75个基本点 那么联储没有一些投资者想象的那样 鹰派这是提振了周三的美股 标普11个板块是全线上涨 其中能源板块涨超4% 通讯服务科技材料金融板块涨超3% 另外放五大科技股也是全线上涨 其中Facebook的母公司Meta是涨超5% 苹果Alphabet特斯拉涨超4% 另外从6月份开始 美联储还将每个月缩减 475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那三个月之后这个缩减幅度会扩大一倍 美联储官员是预测说 接下来几年将会从市场上累计抽走 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 所以说投资者仍然需要持续评估 这种收紧到底会给市场 给各类资产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给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借贷成本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时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三早间曾经一度触及3% 但是在联储局鲍威尔讲话期间是有所下滑 鲍威尔是认为联储是可以在给经济降温的同时 不刺激失业率的上升 当前呢空缺的工作岗位 以及家庭健康的财务状况 是让鲍威尔认为 美国经济是有信心实现温和的软着陆 峰后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件新闻 请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